空家屬剛才我們剛才說到言論自由那件事 令我想起了23條這件事 近期有人不斷放風再次啟動23條立法 更加有些人說特首今屆可能會做這件事 你覺得怎樣看這件事 我的估計就是北京有個很強的意願去做 我亦不同的觀點就是現在不做 可能以後都不能做 形勢變化之後 同時我又覺得他未有最後決定 他都是現在放著氣球 他最主要考慮就是會不會搞23條 來製造一個很大規模的動員 這個由全局這樣看就是要從公投的結果 和正確方案通過這個脈絡去看 第一我覺得正確方案通過 所謂中央接立所謂的民主黨方案 其實是真是一個妥協來的 中央來說 我不太同意說這個其實不是妥協的 這個是令到功能組別萬世全 當然是很可能有這樣的結果 我十分同意 但是同時你從中央的角度來說 中央最怕的是所謂uncertainty 或unpredictability 他經常都要把選舉控制得很精密的 而這個民主黨方案的確是為下一次選舉 2012的立法會選舉 引入一個uncertainty 和unpredictability 我想阿爺都沒有把握 建制派可以拿到幾一席 或者是在選舉的過程中 有什麼新的彈力 新的化學狀出來 他是估計不到的 我想北京最怕這件事 但是既然他容許了這件事 在2012年的選舉 甚至乎更前 2011年的選舉出現 你不能否定 這是一個來自北京的妥協 雖然是很小的妥協 而他妥協之餘 又留了一條路 讓以後功能組別繼續存在 但這是一個妥協 而這個妥協 我在文章中也寫過 其實不是民主黨談回來的 而是公投派逼回來的 第一首先有誠意這個妥協 第二就是 北京當時做出這個妥協 其實也不是老謀心算 又好劇本一路 一早已經想到這樣 而是他形勢逼出來 最初可能想著你搞殘了 五區公投沒辦法成局 可能他又不會拖役 他成了局又是另一個局面 當時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覺得阿爺很厲害 關門 政治局開會 運籌為壓 很無處政 我覺得未必是這樣 我看到從2003年到現在 阿爺都會很多時候 就著香港的群眾動員 而搖底 嚇傷 今次妥協 我覺得他最後一分鐘妥協 也是一個搖底嚇傷的表現 甚至你看他如果出亂子 那個代價可能很大 可能民主黨最後又反台 又或者是中共政治局裏面 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拿這件事來執著 來進行權鬥的工具 指責胡錦濤通敵 就是這個考慮 所以這次他的研判 很明顯是他太多 如果政改否決了 激進派會會進一步壯大 公投派會會進一步壯大 香港可能會真的陷入 時無大事都被人包圍立法會 然後是ungovernable的 我想他這個妥協 就是從這個形勢判斷的一個反應來 跟2003年他見到那麼多人上街 立即各自23條立法一樣 當年23條立法的時候 我也有份上街 2003年我在香港 我有跟著整個過程 我不覺得自由黨突然間不支持轉態 他沒有上面的人給釋路 他說這樣不是很嚴重 可以轉態 他不會敢 如果上面有很強的釋路 就是一定要過 我不相信田北俊會敢 自己自把自圍 他一定是收到某些訊息 還有阿爺是放軟手腳 起碼他不叫你各自 但是現在是放軟手腳 讓你轉看 所以當時也是一個妥協 所以你23條 你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今後有沒有可能 23條立法又從這個角度去看 因為你從203年23條各自 你可以看了一個阿爺面對群眾 壓力底下 退一退的一個例子 但是你看過 比如熟讀列寧 你知道列寧的策略裡 不是一直進攻的 你要進一步退兩步 有時進一步退一步 諸如此類 共產黨也是這樣 他在當年 2003年 你還記得 他進行了一個 所謂戰略性退卻 就是各自23條 後來炒謎 是一個妥協 是一個很清楚的妥協 又是屈服於群眾之下的妥協 但是退一退之後 他看到你反對的力量 鬆下了 散了 就立即再進攻了 就是2004年 封咪 然後就大舉介入 立法會選舉 然後有一些何韋圖醜聞 連國安都出來了 當時很多人的估計 大規模地收緊 接著有外國爭論 找些人出來罵你 那些人 07、08年 漢奸 漢奸 什麼都出來了 你看到他的pattern 就是他每次妥協之後 他經常戰略性退卻 然後就regroup 然後就找形勢 找時機 他的判斷就是你反彈不會那麼大 你已經鬆下了 你已經換散了之後 他就大規模進行一次的進攻 你從這個pattern去看 好像你長征都是這樣 我們被蔣介石懷得太厲害 他就轉役性退卻 然後就去延安 就是退守延安 退守延安之後就找機會再進攻 這次放水給民主派 或者是民主黨 給政法方案過了 他一個退卻 那退卻就立即 令到反對的力量 第一分裂 第二就是緩散 現在民主黨的狀況就是 就是 就是 陷於一個美國理語裡面 我想很適合地去描述他們的心情 就是 Fat Dumb and Happy Fat 不是他們physically很Fat 而是 你知道就是 有些全然說 民主黨現在很多人照著他 有水 飄飄然 這個位置 Dumb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一流都是這樣 Happy 他真的很happy 就是覺得自己 嘩 發達了 接著又什麼 評分又上升 那就是愚蠢的評分 那個評分 從來都是工聯會 和陳婉嫻 陳婉嫻 阿爺佩佩第一次 票都不夠陳鑑林高 工聯會是不是立法會 第一大黨 這些評分是愚蠢的 就是你相信 就變得太開心了 但問題就是一個鬆懈的情緒 一個 所以 在這樣的換散鬆懈 和分裂的狀況下 我相信現在北京正在研判 如果我現在 最後大規模集結力量 進攻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 再 可以得米呢 或者是 給你機會重新集結來 反撲呢 我想他現在正在研判 這件事 所以我在中共對港的 戰略和戰術的運用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模式 就是他每次退了之後 都是司機再進攻 23年其實他現在就是 似乎有時機 他這樣說 他是在研判中 但是可能有反狀的 卡拉特的 就是如果他一中攻 那令到你民主黨 和正民聯公民黨 再團結回來 甚至乎這個團結 延續到2012年選舉 那他之後 之前的分裂 換散整個民主派陣營的一個效果 都已經立即消失了 那我想 是有機會 有機會不小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在研判中 就是這個 是不是時機 再大規模 那他有一個offensive 但是遲早都會是 是承來打三條 反而去想一下 當然要想一下 就是再來的時候 要怎樣研判 但是你也要想一下 就是萬一真的是 二十三條成立事實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自處 那其實二十三條 大家知道 其實他只需要過半數 就可以通過的一件事 那 而他會不會由照版主管 就是先推一些比較 就是嚴苛一些 然後最後呢 就說 有些妥協 就是拆禁一兩條 那些比較 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 新立的那些條例 那就用一個 就是容易受接納的 然後就等某一些 溫和的民主派 又去妥協 然後就這樣 就過了 就是照版主管 去做這件事 這個 這個十分大的可能 就是問題就是 他最後 先開始很緊的 就慢慢鬆 他鬆多少 就要看你那個動員 那個 就是用不同的招 就是公投的時候 就是什麼樣子 就是好像公投那樣 如果公投不成局的話 最後搞不成的話 我不相信中央會放水 給接受民主派的方法 但是 問題是 你二十三條怎麼鬆 都是有一個 的頭上 把刀 怎麼鬆都沒有辦法太鬆 如果鬆到可以當 沒事發生的話 就不要立了 那你立來做什麼呢 怎麼鬆都有一個緊的地方 但是 我們就要開始想一下 怎樣自處的問題 他 主流傳媒就不用想 就算現在沒有二十三條 你看到公投的時候 就這樣 最擔心就是 譬如現在 譬如網台 一個很自主的空間 你沒有二十三條的時候 你港管條例那些 就是 cover不到 他可以自由很多 但如果有二十三條的時候 可能可以用二十三條來動 那個網台 你可以查封你伺服器 就是 抓人 用這個方式 他就不是用這個 regular 這個media的條例 來動 不過這個是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那你每次的伺服器 整個網台 就是搬去溫哥華 跟他在這裡聽說 這個 出你不將 現在全球資訊這麼發達 但問題就是 就是 需要想的一個問題 就是 他要過 不難 他最怕 就是 造成一個大規模的群眾動員 你在大規模的群眾動員 過了之後 他可能會一路影響 以後香港政局的穩定 我想這個是考慮 他在這裡不是過不過 過得到 他要過得到 其實應該是 那你覺得其實 是不是 你覺得 香港人應該怎麼面對 應該是 真是不立得 還是應該要 大家要 100%反對 還是要 應該怎麼做 可能有些人的認識 都不是太深的 那第三條 是不是完全是死定的 一有就 還是怎樣 我就是 比較悲觀 我覺得他要立的話 遲早可以立得到 但問題就是 群眾動員 那個效果就是 他可以最後有多鬆 還有你是 通過反二三條 積聚的群眾力量 可以一路滾雪 滾下去 會繼續影響香港 以後政治發展 和選舉的形勢 等等 是不是真的可以最後 反到他 等到他不立呢 不是說沒有可能的 其實03年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沒有了 不用了 一定過 但最後都是 最後都是沒有過 他都可以接受到 各自 但是 這些是想不到的 你猜不到 最後有什麼事 從發生 誰會猜到 那時候有SARS 有很多其他 其他事 有加加關 你猜不到 但問題就是 你要做最壞的打算 就是他會過 但他現在 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底下 香港人 大家的動員 和反對 有意思 第一就是 可以逼到他再送一些 第二就是 你積聚出來的力量 就不會好像 盡量不要 希望他好像 2003年這樣 大家 有力量出來了 然後大家 散了 成功了 然後到了2004年 整個社會的氣氛 當時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 已經那個 momentum 沒有了的時候 他就大規模地 去再 變本加厲 你就擋不到 所以我想這個是 反而要想的問題 就是你積聚一批的力量 就算已經公投 公投之後 我知道很多朋友 都默默加盟 繼續在巩固公投運動 連續回來的力量 將來如果有23條例 再進行動員的話 你怎樣 sustain這個動員的力量 場面的力量 影響香港的政治發展 往更好的方向 這是要想的問題